马来西亚自由行的第六天 大家好 我是夏天 大家好 华姐 我们刚到了马来西亚的时候 觉得终于吃的上面舒服多了 结果没想到吃了三天以后 又不行了 又没有食欲了 现在就是饿的时候 又出现之前的状况了 看啥都没有胃口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 去找一家真正的中餐馆 去吃一下我们中餐 补偿下我们的胃 在唐人街这里面 我们这两天转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家中餐厅 我们去看看这家餐的味道 怎么样正不正宗 地不地道 今天又是个好热的一天 住到唐人街这边 反正吃的话很方便 你只要一下楼 你看这周围到处都是餐馆 各种各样口味的 当地的马来餐的 然后印度餐 还有中国菜 印度菜 反正都有 这兰州拉面 是吧 右前方 看老北京烤鱼 上面写的有 对他们家有 各式中国小炒 对 川香粤菜 没开门吗 开了开了开了 哇里面有空调 舒服 好的谢谢 好 真的耶万州烤鱼 我们在新疆的吃过几次万州烤鱼还是蛮好吃的啊 嗯 它这一份是68马币 你看 新疆大盘鸡哦 哈哈哈哈 这新疆大盘鸡哦 嗯 哦 我有点好激动啊 想吃吗 这个要不要来个小份的尝一尝 可以 就是啊 一个大份的话 咱可能吃不完 嗯 还想多尝两样 对 它这还有这种酸菜鱼 水煮鱼 我们点了一个小份的大盘鸡28马币 想多尝尝 又点了一个小份的酸菜鱼32马币 然后呢 我们又点了一个 干锅肥肠38马币 然后又点了一个苦瓜 我俩到了马来西亚有点上火 嗯 点了四个 然后要的米饭 他们家的菜还行价格 对 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嗯 然后要两个果饮 对 然后要两杯饮 清活的 对 哈哈哈 这两天有点上火 然后它这有好多没有那种冰沙的饮料 谢谢 他们这的那种冰饮比起泰国要少一些啊 对 泰国是你走两步路边就可以买到 我们这有时候你要走好长地方都看不到 对 所以我们可能 就有点上火 稍稍有点上火 我们来马来西亚第二天就感觉到有点上火了 哇 我想的小份会很小啊 结果比我想象的分量要大一点 对 这个酸菜鱼先上来了 嗯 而且一端上来啊 你就能闻到浓浓的那个油泼辣皮子的那个香味 对 我要了个米饭 尝尝味的 哇 不错哎 不错哎 不错 但是刚刚点完菜我们刚说微辣了 啊 我后面才追上去说结果刚一吃完这个菜就带上来了 所以这个菜可能还会辣一点 嗯 有点辣 嗯 嗯 但是香还是真的香 是吧 我觉得还是 这真正的就是一方水 就是养一方人啊 对啊 中国味没办法 嗯 而且你都不要说是出国了 我们在 国内的时候 南北方的饮食文化差异都很大 是 我们北方人去到南方 我们要是连续多吃几天 我们也吃不惯 嗯 但在国内好在我们经常可以自己做 对 所以出来后啊 时间一尝 这个吃饭上面 嗯 找到一个好吃的太难得了 但是这个米不太好吃 对 看它吃米饭不是很好吃 对 肥肠 我有很久很久没有吃肥肠了 尝尝这个怎么样 嗯 可以的 可以 刚上来它的这个颜色 比较淡 我觉得可能 没有太入味的那种感觉 嗯 但吃到嘴里味道还不错 嗯 哎呀 这边这个餐厅的这个 菜的香味啊 就让你很开胃 对 一端上来你就能闻到香 特别是这个 油泼了这个辣皮子的这个香味 嗯 终于今天感觉有点胃口 嗯 可以 过瑜 而且他们炸的这果汁也是纯纯的果汁 嗯 大盘鸡也上来了 看着样子还不错 但是就缺了咱们灵魂的那个辣皮子 新疆的 对 土豆也有 尝一下 先尝尝这个 先尝一下 这肉一点都不带骨头 它就会有点柴的感觉 是吧 但是整体味道还是可以 味道还行 嗯 我尝尝这个没有很辣吧 可以 不是很辣 嗯 就这个我吃上有点辣 刚刚忘给他讲微辣了 嗯 这个土豆 有点硬 中间不够烂 嗯 炖的不够烂 中间看 有点发白 硬 所以他们这边的可能川乡鱼啊 这边的菜做的还可以 但是新疆的菜可能 对 嗯 相对就是要差一些 尝尝这个 这个就是为了清火的 对 他们家菜类有点都还可以 整体真不错 对 真的是可以给我开胃解肠 这两个刚刚我都吃了好多了 特别香 刚刚结账的时候 跟老板聊了两句 是咱们山西人 我说怪不得做的 这次的中餐这么好吃 我们的一桌总共是205人民币 我觉得在国外吃这样一桌 这价格还是性价比蛮高的了 对 我们明天打算想休息一下 就哪里也不去了 然后后天呢 我们就准备要往冰城走了 所以呢 我们走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要去 老朋友们知不知道是哪里啊 应该很多朋友都可以猜到了 导航了一下 离我们有四五公里 我们先看看地铁这边的线路图 看看坐地铁方不方便 如果要是坐地铁岛比较麻烦 那我们就打车过去吧 然后这一站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很多朋友就担心在国外不会坐地铁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找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把它翻译过来 在地铁站的名字是啥 你就可以对应的找这个名字 看看有哪些线经过 在那一站下就可以了 这有中文 我们应该是做五号线 对吧 五号线应该是 我看看应该是这个开头吧 A A M 把这个输入去 这个 A M P P 是这一站 对 然后 加一个 两个人 嗯 就六块六马币 确认 可以还可以找钱 我还想那不找 就把这个卡在这刷一下 OK了 看这上面写的刚刚的红色的 五号线 往这个方向走 其实就是跟着它的指示和箭头 实在是不知道了 找人问一下就可以 走到这个口了以后 你看 我们要去的是这一站嘛 它的箭头就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一边坐车 这边有两个电梯 那边呢是 另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坐的 你看在这个方向 这个牌子上都能看出来 所以我们从这上靠右边 就是我们要去的方向 哇 这边人也蛮多的啊 今天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国外坐地铁 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就是要麻烦一些 华姐 我的裤子用起来还方便吗 这已经不是你的裤子了 哈哈哈 可以 这个我觉得稀罕还行的 还挺好的啊 这里面它不是那种 带电子的啊 你到哪一站有提示 所以你要记清楚你上的那一站 比如说我们是在这一站上的 然后往那边坐 就是五站就到了 所以还是那种带电子提示的好啊 你到哪一站 它哪一站就亮灯 对啊 我们已经下地铁了 现在从地铁站出去 然后再导航一下 还有个几百米啊 就到了 对啊 在这看到了咱们中国银行啊 看 哦 这是啊 对啊 你看前面有一段是红围墙 是不是特别显眼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啊 我拉近点 看到了吧那有一阶红围墙 就特别的格外的显眼 猜测 应该就是那里了吧 哇 我俩没有猜测啊 哎 朋友们 看到了国旗了 给你们拉近点 咱们中国的国旗 哇 老远看到这个红色的墙 跟旁边的建筑 风格就不一样 嗯 一种亲切眼熟的感觉 我们到了咱们中国 住马来西亚大使馆了 哇 约时到了国外 看到五星红旗飘扬的时候 心情特别激动 到大门口 咱再合个营打个卡 留个念 这是我们打卡的第三个 中国大使馆了 这里就是正门 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229号 我们就站这个脚步吧 嗯 来合影一张啊 对 再看一眼咱们的国旗 鲜艳的五星风旗 啊 又圆满了 走了 哇 对面有一家711 咱去买点冷饮喝 我实在是热的不行了 嗯 嗯 真冰爽 还是得喝冰的 不然在东南亚太容易中暑了 嗯 我们明天休息一天 然后后天我们就带你们再去新的地方玩啊 嗯 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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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